hello 欢迎大家学习网络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这个uropen函数的一个用法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我们在爬虫开发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urretrieve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用的干嘛的呢 它是可以非常方便的将网站上面的 将服务器上面的一个文件 把它给下载到本地 把它给下载到本地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去把 那个什么的百度 那个网 那个首页的那个网 那个页面把它给保存在本地 那么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一句代码就可以把它给下载下载了 你如果去下载一个文件 如果你是通过其他的那个代码 比如说php 比如说加网去实际的话 那么你可能要写上市这函数代码 那么在我们的python的话 你一句代码就可以搞得定了 明白是吧 这的话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python 这地方我要先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删掉 然后的话我们是request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urretrieve etr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指定 那个网址是那个sdb sdb那是3w.百度.com 对不对 然后的话是那个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那个 百度 你要下载那个网址的那个 url 对吧 第二个参数就是这个网址对应的 那个网页 它下载下来 要下载到哪个地方 并且这个网址它的那个名字叫做什么 比如说我们就下载到当前的这个路径下面 那么的话这个什么呢 这个网址它是叫做index 或是叫做百度.in.sml 我们加此网址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你直接执行完这个代码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就直接可以下载完整了 就直接可以下载完整了 好吧 我们这个地方右键来运一下 运行完整以后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多了一个叫做百度.in.sml 这个文件 对不对 这个代码 这个文件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 而是由这个urretrieve这个 行数这个方法 给我们自己下载的 好吧 那么我们右键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到底是不是百度那个网页 我们来双击来打开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百度那个网页 对不对 它只不过是有些东西 因为 因为是通过我们这个file文件打开的 所以都是有些东西 它不能够加载出来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跟这个地方很多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下载一个文件 下载一个文件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就是通过我们的urretrieve下载 那么有的同学就会认为是吧 老师 你这个地方下载一个网页有什么用呢 对吧 同学们不要这样想 既然这个东西的话 它可以这么方便的去下载一个文件 那么的话其实是很 其实有很大的用处的 你想一想 如果你想要到网站上面去下载一张图片 下载一个视频 下载一张图片 那么的话如果通过这个东西去下载 那么是不是很方便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百度上面去下载一张图片 比如说是下载什么呢 那个英雄 那个王子荣耀 对吧 王子荣耀 鲁班 这个地方我们随便来找一张图片 随便找一张图片 网速一点慢 然后我们如果想要把这种图片把它给下载下来 该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我们右键 然后复制下图片 复制下图片历史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扔到这个地方来 可能加V 然后这地方我们再来改一下图片 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鲁班点勾PG 对吧 可能加在网络上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文件 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就马上就把图片文件把它给下载下来 双击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图片马上就下载下载下来 对 好 那么的话就是非常快 非常快 就是使用我们这个Python去写代表的话 基本上 就是没有任何难度 你想做什么就是事情 直接去做就可以了 你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个语法层面的一些这样的东西 它就是相对是非常方便 帮你实现的一些这样的需求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现在是我们已经把这个什么的图片的UR把它给写死的 那么如果以后你在这个盘中程序当中 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上面去爬取这个图片的那个链接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来到这个网页里面 对吧 我来到这个网页里面 我摆动地图 不是 摆动图片 我来到这个网页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爬虫去获取所有的这些图片 它对应的那个UR 那么我获取的这些图片的UR以后 我再通过这个函数 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把所有的图片全部都把它给下载下来 对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URRetrieve网上做的一个 一个证定诱法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